這個零售股賺民周大福1929 14個月有貨的 請問你怎麼看 14個多買就現在都在捱少少價 但如果你說零售股裡面周大福就相對比起其他那些 比如餐飲啊 運動用品啊 又或者可能一些食品飲品股來講 就算是挺硬正的 因為本身你說在那個通脹的環境 大家很多消費食品就怕你的上入原材料那個成本價是不斷升 但是你下游加不到價呢 那你的預算是會縮的 那對於周大福來講相對沒有這個風險 因為本身去買一些金條啊 買一些鑽石呢 基本上那個成本轉價能力是去到百分百的 或者你上面買回來有多貴的 那你賣出去也都可以照加價 那當然對於你說內地人來講 那現時可能經濟環境都差了一點了 那他們還是有這個心情或者有這個能力 再去到買這一類的奢侈品呢 那這方面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影響 那也都是令到近期的股價呢 都開始回回一點點下來的一個原因啊 那還有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周大福的股價和國際的金價呢 有一點點像的 那你說在金價越升得越好呢 又未必的啊 如果金價升得太貴 那大家可能買金的意欲就會減少一點了 那但是你說如果金價真的跌得很厲害下來呢 你又怕它那個存貨那個減值啊 或者是一些存貨上面的成本會有些影響呢 那所以這隻股我覺得暫時來講 就都是一些想落為主的格局 那它由於最近這幾個星期 都已經由十六個多已經回回到十三個多呢 相信在現階段這些水平就應該會有些支持的 如果你有十四個多買 暫時我覺得可以拿著先 那等個股價可能譬如上回去買個價 或者再高一點去到十五元左右呢 那到時考慮去到估出吧